明年新北市市长选举 民进党确定是由外界称为 五辅千岁的尤锡坤出战 据传国民党内部就评估了 新北市的选情就可以轻松打 对于选情被看坏 民进党的主席苏贞昌就回唱了 那就试试看吧 2014新北市长选举 民进党确定由尤锡坤出现 对于自己被外界称为五辅千岁 尤锡坤反倒是自我解嘲 五辅千岁是翁牙 翁牙是互国互民 这个有过去的从政的经历 真的是为国为民 所以我也愿意接受 人家对我这样的封号 那我要全力以赴 佑姿力当作主打口号 但适逢退休年龄的尤锡坤 再战新北 先传出人气不如前 对国民党来说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主席苏贞昌可眉面自己威风 好像国民党派谁出来 都有可能会 就是随便都会胜过 有院长意图看这样的一个音乐 那就试试看 绿营新北率先亮底牌 能让国民党有了思考空间 让朱立伦可以考虑是否争取连任 或是直接挑战2016 推代理人参选新北 但朱立伦的论点依旧保留 现在就来谈2016 那我看以后台湾是不是大家就不要工作每天谈选举 我想这不是我们台湾之府啊 我们是不是大家先把专心的工作 把施政把国家的做好 到时候真的朱立伦不选的话 我说不定高层就征召你要去选啊 我准备把国土计划法赶快推出来 因为你到台东市区就有人问你啊 那你都不选 我知道哪堆人问我但是不会了 选战未到紧急关头 相关人选都不表态 毕竟离选举还有一年的时间 国民党可以慢慢酝酿布局 新北向来都是国民党的铁票区 民进党想要改朝换代 真的要肯拼 同时新闻亚传统长好 李士奇